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会园艺 有人会国标 大家互相交换 谁也不要付学费 就可以互相学习 那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观念 那事实上呢 早在十多年前 我们台湾就开始有人在倡导 时间货币 时间当铺 甚至包括时间银行 时间用时间来换取 以时一时 也不是以物一物 也不是以钱买东西 是用时间来交换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各位来邀请了几位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跟各位一起来探讨 时间怎么样变成金钱 你的时间怎么样能够换取你所要的东西 那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公民社会的运动 风景云用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要跟各位讨论一下 让每一个人的时间都能有最好的运用 首先为各位来介绍 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的来宾 第一位台湾十大社教系的教授林振春教授 林老师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第二位呢 我要跟各位来介绍就是 这个医师 他也是北投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 洪德仁 侯医师你好 主持人 还有我们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第三位为各位介绍 老吴老基金会的常务董事 那过去也曾经担任过 卜里基督道医院的副院长 陈亮 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知道陈亮你是最早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在台湾推动 只是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越来越蓬勃 你要不要讲一下 当初什么样的观念跟想法 让你开始推动 时间货币或时间银行 这样的观念 我想最重要就是 体认到台湾社会老化的快速 加上长期照顾的困难 想到怎么样能够在地老化 真正能够让社区互相之间 能够建立一个互助的机制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不是一个交换 基本上是一个互助的文化的一个提倡 是一种储存吧 对 储存 等于说我今天身体好的时候 我可以照顾这个坐林幼舍 需要被照顾的人 那有一天我自己可能有需要的时候 别人也可以来照顾我 所以早期台湾社会有所谓挂丢要求办法 我不要主持人听众 老一辈一定都记得 记得什么叫做挂丢要求办法 就是割道子互相帮忙 这是台湾早期非常优质的一个文化 互助文化 所以在社区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时间银行的观念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优质文化 重新把它提振起 刚刚我有介绍我们陈亮先生 他是老五老基金会的这个常务主事 这个老五老不是老五老 以及人之老那个老五老 是老五老 五个老 那换言之陈亮多年来一直在推动 就是人要注意五老 对不对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什么是五老 我想当初这个 其实我们想这个五老 是老生老伴老友老本老居 换句话说一个人老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晚年是觉得 那讲慢一点来再讲一遍来 老生就是身体要好嘛 身体要好 对 这个老伴 这个老伴感情好 要跟老婆吵架 才能跟你一起共同 要疼惜老婆了 当然在男生来讲疼惜老婆 这个女生来讲要疼惜老公 这个老伴老友老友也很重要 因为老年的时候心情很重要 对心情要愉快 能够在社区互相 对对对对 有时候老友可以做一点谘商 可以做一点帮助 那么这个还有就是老本 那当初因为这个年金制还没有出来 再加上这个长期照顾的这个压力 想到就觉得老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会不会需要长期照顾 所以这个老本变成很重要 那老本没有钱那就存时间 我今天身体好 我照顾别人 有一天我需要的时候 你要来照顾我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老居 老居基本上是考虑到 怎么样让一个居住的环境是安全的 居住环境是无障碍的 居住的环境是有温馨的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 所以这个其实这几年 我想台湾社会我们耕耘到现在 都看到有很多的社区开始改善 开始改变 你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 讲到无老我就发现 我们现在不能够靠子女养老 人家说养儿防老肌骨防老 看起来就是说 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 要存一些时间银行 存一点钱到时间的银行里面去 另外有天等我们老的时候 你要靠小孩恐怕 这有点悲伤 刘老师有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子女不能够抚养你 自己就存一存 你存一点时间 可以别人左右邻居 一样是可以来帮助你 对啊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钱可以存 至少可以存时间 你帮人家有一天人家会帮你 你也不用花钱对不对 那这样有没有一个机制去衡量呢 我们现在直接存给谁 银行是谁 谁当银行的董事长 说得很好 我们当初的设计就希望说 每一个社区他先有这样的一个 互助的观念 然后建立这个互助的组织 那由这个组织我们来 告诉他怎么去完成这个 银行的机制 那推动多少了 目前这个老五老基金会 从开始推到现在为止呢 他们给我一个数字 我觉得这个虽然没有很漂亮的 这个达成我自己所期待的 不过他们现在储存的时间 已经到1122903个小时 然后累积的点数已经到61万3432.5个点数 那为什么会有点数跟小时的落差 因为当初我们考虑到 每个人这个服务的内容不一样 那我们鼓励的就是社区比较需要 也比较吃重的一些工作 没有人做嘛 那这个如果你做了点数就比较多 所以目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累积的登记的这个时数和点数 那这次有意思是叫击鼓防击 来 洪医师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看这个报纸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现在目前网络上有叫时间档铺 那这个时间档铺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个可以交换时间 那有一个网络的平台 可以彼此就可以交换 那国标武汉原意 那要不要请洪医师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网络上的时间档铺的观念是什么 跟你们的观念想法 我想从1980年代 美国这个所谓AGA 这位法律学系的教授 创立时间档铺这个机制以来 他一直在强调的 大概有几个概念的东西 就是正如刚刚陈亮老师所提到的 互助 信赖 信赖 还有彼此爱的关怀 爱 那是蛮期待 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甲地服务 以地有需要的之后 他可以被照顾 或者是这个时间我们来储存 然后以后来提领被服务 甚至于如果有可能的时候 我先被服务 爱也期待未来 我有能力去为别人服务 也就是借贷关系 它其实是多元性的 那网络上这个呢 OK 那这样的一个架构 其实强调的就是一个互助跟支柱 而且是以刚刚所提到的爱 互助信赖为基础 那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来做刚刚这样的一个 交换 支援服务的记录 其实是都可以的 可以用纸本 可以用账本 可以彼此的信赖 都不用记账 也有宗教上所谓的厅上的那个总账本 那至于我们现在在台湾所看到的时间当铺 这个基本上是有心的年轻人用网络的系统 提供大家虚跟求中间迷合的平台 所以它是个人对个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换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时间银行 它其实是由各个非盈利组织 或是公益组织 当成是一个仲介的这样的一个美景 比较有公信力 公信力会比较强 而且会有机会永续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网络当铺 基本上它是比较着重在交换 那这个我们时间银行早期 我想不管是全球在推 或者我们在社区在台湾推 比较着重的观念是在互助 这是两个不太能够说话等号的一种观念 了解了解 所以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 就是时间银行这很多人都会讲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我们透过网络 个人跟个人之间交换 那这个部分可能会牵涉到一种 可能比较实用的关系 而且是人跟人之间 透过一个网络的平台去做的交换 但是你们现在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说我们透过公益团体 透过社区服务的体制 去建立一种比较具有公信 而且基于刚刚提到的 互相信赖 互相帮助跟爱的关系 而能够彼此照顾 也就是说